Hello, 大家好, 我是 Yanko Fong 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紹一個技巧 我們做商品攝影師經常使用的 我們叫做Focus Stacking 中文我不知英語做什麼 它的意思是 因為我們平時拍一張產品的照片 例如我隨便開一張給大家看看 看上去就不是很大問題 但當我們放大100%的時候 大家看到惡光圈收緊18 但這裡是Sharp的 你看到中間這三支針的膠點是Sharp 但只要再推下一點 就會看到這些字就開始不Sharp 這裡的錶帶更加不用說 因為這隻錶角度放得不斜 就已經是稍為好些 但如果有一些其他的錶 譬如說下面這些 這隻 但大家看到這個問題是很明顯的 現在如果我要Fall去後面這裏 這些錶帶的話 其實前面這些全部都是OutFall的 這樣看沒什麼事 但我們真的放大看就會很大問題 或者是前面這裏 如果我是Fall最前這個位置 那你見到入少少 這裏就已經OutFall了 不要忘記 我現在這裏光圈是收20 所以為了避免有Defraction 大家都知道如果我們的光圈收得太細的話 會有一個應該是顯射還是散射作用 我忘記了 總之Defraction就會令到 把照片就像OutFall一樣 模糊了 但其實是中Fall 那怎麼辦呢 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就用一個方法 我們叫Focus Stacking 以前我就是用Falloshop去做 但自從Falloshop CC2014之後 它就開始有個Bucks 就是它做這個動作就會有些問題 因為原本Falloshop 就會和你解決所有問題 但現在它反而是產生了更加多的問題 所以我就放棄用Falloshop 而我現在最新用的軟件 我覺得很好的 這個軟件就叫Helicon Focus Helicon Focus 它專門用來做Stack Focus的工作 我第一件事就是開了Helicon Focus 第二件事就是我只需要將那些 我一張一張 每一張拍攝的時候 我拍攝的時候用方法 就是令到Focus 由最前面這個位置 就是一直一直推動到最後一張 這張是最後一張 就是這裡是總Focus 但這裡你看到是Outflow 我就是這裡這麼多張照 那我怎樣呢 只需要將那些照片 放進去Helicon Focus 這裡 之後你在下面就選了用一個 什麼的方法去計算你的照片 現在我最常用的方法就是 中間這個叫Death Map 它就會幫你計算一下 每一張照片 哪一個是InFocus 然後你只要按Render 不好意思 我剛好大廈在試走火警的火警鐘 應該響了一會 只要你按Render 它就會立刻 逐張跟你開出來 然後看看每一張照片 哪些位置是重Focus 然後它就把這些重Focus的位置 逐張逐張 放在一起 即是它只是拿每一張照片 Sharp的地方 然後把它組合在一起 那現在大家看到的 我這張照片 其實就是 本身是用這個 Mamiya Leaf Credo 60的數碼背來拍 每一張照片都是六千萬張 而現在呢 我是將每一張照片 Sharp的位置 只是拿那些位置出來 跟著就組合了一張 右邊這張照片出來 那大家看到 我用的時間都是趕幾十秒 連一分鐘都不夠 那就很簡單 已經做完了這個工序 我們放大去100%看看 你看到 左邊這個 就是其中一張照片 應該是最頭的照片 就是這裡是Sharp的 但上面就不Sharp 但這邊已經是Stack好了 只要我們在這裡拖下來 看一下這張照片 是全部是Sharp的 由於它的功能是相當之強大 亦都是全自動 那是相當易用的 但我特地選這張照片 是因為 不知道為什麼 它做這張照片的時候 這個位置會有一個瑕疵 可能因為拍攝的時候 可能剛巧有其中一張照片 可能是有些東西 如果有這樣的瑕疵 我們怎麼解決呢 它亦都很簡單 裡面有一個叫Retouching 你只要找回 這個有瑕疵的位置 看一下 是哪一張照片 然後我們就用那張照片 來收拾它 看看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在這裡 就選擇 究竟我們想用哪一張照片 來收拾那個位置 我們逐張看看哪一張照片 是那個位置Sharp的 還要再向前 這個位置是Sharp的 剛巧我也發現了 應該是這張照片 就是光有少少不同 這張照片是很明顯光一些 但上面有些不同 那現在我就先找最Sharp的照片 不要緊 這個照片是最明顯的 看到那裡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真的有個反安板動了 這張照片是特別光的 OK 不要緊 那我現在用這一張 就嘗試去解決這裡的問題 那只要我選了之後 這裡就有一個圈圈 就是說 咦 我現在用左邊這張照片 來救回這裡 那我選了之後 只要在這裡就這樣 拉下去 就這樣游回 將我要現在新的這張照片 就這樣游回 這樣就搞定了 OK 接著我們轉回 整張照片 這樣就已經搞定了 然後到最後呢 就可以Save 到最後 Save 那我立刻就可以Save一張 這張呢 我們是叫Watchbar的 OK 的一個TIFF file 因為我本身這些照片 全部是原本在Capture One 這裡 就是Output做一個 16bit的TIFF 16bit的TIFF file 就是一個PRO PHOTO 的ICC Color Profile 然後 之後呢 這個Helicron Focus 已經立刻和我做了這張 Watchbar的TIFF 那我現在立刻 放進去Photoshop 看看 OK 已經開了出來 你看到呢 這個是一個PRO PHOTO RGV 16bit 的TIFF file 來的 Helicron Focus 沒有將它變成任何其他 東西 現在呢 我原本的Output 那個是什麼 現在我就會得到一個什麼 的File 那就相當方便 又不會突然間變成一個JPEG 或者其他東西 就是一個TIFF file 對於我們後期製作 是相當方便的 那 變成呢 你就不用這裡 因為平時用Photoshop做 這裡就有十幾二十個Layer 或者你可能要收拾的時候 你又搞得慘 然後它一次過出一個Layer 當然呢 有些人就說 如果中途有東西想收拾的話 那我就很麻煩 是嗎 沒錯 但是因為這個Software 這個Helicron Focus 一早已經解決了所有問題 那你還用什麼回頭呢 我是UncleFong 希望下次再有機會 跟大家分享其他攝影上的知識 在旁邊